韓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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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家户户制作清明果 是景宁人在春天极具仪式感的长鲜方式 当地的奢族人约占全县人口的11% 千百年来的休期与共 奢族同胞早已与汉族人不分你我 共同分享汉族的传统食物清明果 然而这国礼代表着春天的绿色食材 此刻却隐藏在白雪挨挨之下 到底在哪儿能找到它呢 看来这歌声会帮我引路 大姐您好 您好 你们唱得好好听啊 我们唱歌呢 这个采的是什么呀 这个采的是清明草 就这个 细细的小叶子啊 中间还有的小花长出来 就这个黄的小花 对对对 您闻闻 还真是啊 有一股特殊的味道吧 对 特别的清香 这个应该就做那个果也会有那种香味 对对对 大姐所说的清明草学名叫蜀蛆草 上面覆盖着细细的绒毛 摸上去有柔软的触感 在春天我们一般会干气旺盛 蜀蛆草有饱干润肺 蛆湿消炎的功效 因此颇具智慧的古人便将其与米粉混合 做成清明果 这个食俗被我们一直沿用至今 很多地方的人会选择用榨取的青草汁 作为上色原料 但景宁人却喜欢带有原始颗粒感的味道 所以要想将蜀蛆草和蒸好的糯米饭充分混合 必须进行一番体力劳动 要砸到中心 中心啊 这个声音是对的吧 对 对的 对的 非常棒 打到什么程度 没有颗粒了 就好像比较细腻了就行 好 干活 好 越干越在劲 经过反复锤打 米粒和鼠蛆草 已经如胶似漆 韧性十足 井宁人喜欢用糖和红豆沙制造甜蜜 也偏爱用香菇 鲜笋 酸菜和猪肉丁凸显咸鲜 但无论甜与咸 最终都会在鼠蛆草的统领下 带人们回归春天的田野 然而清明果只是井宁人咬春的续曲 对的